Rolling 不看沒發現 看了才發現 歡迎收看 哇!才發現 EPPO今天有什麼新發現呢? 給你猜猜看好了 猜猜看 你要不是就是被開罰單 要不就是買東西 那你還有什麼? 那你知道我最喜歡去哪裡買東西嗎? 你这么贪小便宜 一定想说买越多 送越多 省越多 这种地方了 哇 你真的太了解我了 开玩笑 就是Costco了 那这个Costco我真的很喜欢 那我发现真的是 大家也很喜欢Costco 特别是这个疫情的时候 也是人山人海 对 但是说到Costco 前些日子那个蛋 哇塞超可怕的 一下就销售一扣 那你刚刚说到那个疫情的时候 我要去买卫生纸也是买不到 你看有多少人到Costco 去搬那一大堆的东西 那我现在就很想 帮大家问一问啦 做Costco的会员 真的有这么好吗 这个问题就要请我们的专家来 让我们来打电话给Alice吧 哈喽Alice 哈喽Alice 哈喽Paul 哈喽Rita 你们好 Alice来来来 把Paul交给你了 赶快把你的问题丢出来吧 对我当时去Costco的时候呢 是傻傻的就去Costco 哎哟 因为我就想说反正呢 他就是大家都说便宜嘛 Right 对啊 然后 小哥大碗 是的 这算是台语 Right 但是到底Costco呢 有什么好呢 其实Costco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地方 可能跟你们也是一样 第一个可以省钱 第二个我觉得省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可以一站是在Costco购买我所要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还有加油啊换轮胎还有吃东西还有旅游所有的package都在上面而且我觉得在Costco买东西我觉得我比较放心是质量还算是比较有保障的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相对如果跟其他店没有打折的话我觉得算是非常的便宜不错了而最好的是Costco的Customer Service也是不错的而且很多你买的东西如果是买错了或者是便宜不错了 或者是遇到问题的话他都可以很快的给你退款 这一点我跟Alice一样我也是超喜欢去Costco就像一站式你知道吗买东西大家以为我们很爱花钱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花钱很辛苦的所以你看一站式全部买完It's ok 对啊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了怎么样 我一开始去那种普通的那种买东西的地方就要花好多时间在选产品啊 到Costco去的话呢就一两样让你选你就不得不买了那从此以后我就习惯了就是只买这样一两样 不过呢我就有一个觉得很讨厌的地方了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Costco要收月费啊年费不是月费年费很讨厌耶 你不觉得一年就要先掏出一笔钱受不了耶 有点不甘心对不对 其实我也不想缴啊但没办法嘛你要去Costco一定要缴会员吧 那Alice啊你怎么想这个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的消费 那如果你是不常常去Costco 其实不必要去买会员费啊 因为你其实你可以通过你Costco会员的朋友帮你买 他也可以给你gift card也可以去online给你买 而且最好的好处是其实我们这张gift card去给我上海的我妹妹在上海的Costco 他还可以去使用 然后他去日本也可以使用去加拿大也可以使用 然后在美国各地都可以使用 所以这是你如果不想买会员费偶尔去Costco的人 那如果是普通的你想要就是说 哎就要一个普通的member的话 那60块一年 那这个会员的话可以省一些钱 但是我其实还是超级超级推荐那个最贵的 120块美元一年的这个Costco的会员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那当然啊 既然Alice要推荐的话我当然想知道啊 是啊 最好是可以给我多一点钱 因为经过一个统计啊 如果是说你每年在Costco 如果花费到3000美元的话 基本上你这个60块就已经回回来了 因为Costco的会员卡它是有版线的 就是你使用会员卡的时候 有2%的钱是可以版线到你身上 但如果你没有用到60美元的话 其实你也是可以跟customer service去讲 然后把这个60块拿回来 同时呢 除了Costco的返线以外 你用Costco的Credit Card 这个会员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返线 所以我是觉得 用120块一年的这个会员费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比其他时候更加的划算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说实在的 刚才你想说3000美元 我都觉得是我太败家了吗 我觉得平均每一次去 我都要花三四百块钱 那是一个礼拜就三四百块钱 我这样算一算 真的不少耶 所以你那个membership可能就是那个2%的啦 对 所以上一次我们去买东西 那个店员还有点惊吓 为什么 因为我买一个桌子 电动桌 然后呢用我们那张可以返线的卡 没想到免费 所以你可以知道我贡献多少给Costco了 不愧是财富美啊 不过呢我还想知道啦 我这个彩小白呢 就比较想要省一点钱嘛 那不少说Costco呢 除了便宜以外呢 它还会有什么其他折扣吗 那我们作为高级会员的话 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个小本子 我很喜欢在这个小本子里边翻我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然后打勾勾 好像有一大堆可以省钱的东西 同样喔 其实在Costco它的标签其实也很多的秘诀的 那比如说它的标签如果是绿色的话 那代表这是有机的食品 但如果你看到这个标签上有星星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是不再去Costco不会再进仓的清仓的产品 然后还有啊有些数字是970088结尾的这些数字 你这些数字要特别注意 这些数字都是一个大打折扣的一个信号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这个彩小白呢 有一点点真的Slow了 啊怎么说 所以刚才Alice一讲的那个星星 星星的意思就是它不会再进货了 对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的话 我要一次把它买起 在标签上打一个星星 那我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 我就赶快把它 多买一点 多买一点回来 不然的话我就从此又就 听起来应该是要这样 不过呢 另外一个你看Alice 对不起 你知道我很想省钱嘛 来你看讲到说 我们后面97 98 99 搞不清楚 你可不可以讲慢一点 这些数字到底是隐藏什么意义啊 假设是说我们在看标签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商店 它结尾的标签就是9毛9结尾的 那这个属于非常正常的价格 但如果你看到一些不是9毛9了 比如说4毛9啊 7毛9啊 8毛9啊 那些数字呢 在Costco有的时候隐含着说 这是代表厂方的一个小小的折扣 那如果你看到结尾的数字 又变了变成9毛7啊 00啊 88啊 这些特别的数字的话 这些产品就是属于清仓的产品 是马上就要卖完的产品 所以这个折扣 你就可以赶快看到了 就赶快入手了 那这样子你以后 我看可能都会带放大镜去看了 对啊 我还不知道呢 我想说这个不就价钱吗 原来它还有一些密码在后面的 没错 那我就想问你啦 既然你都去Costco我也去Costco嘛 是啊 问一问啊 你最喜欢Costco什么 我最喜欢Costco什么 当然就是它的零食啊 特别你看在我们加州多幸福啊 可以买到很多亚洲想要吃的零食嘛 对吧 那基本上牛奶 我想这个是我一定是必够的 嗯 哇 那也太low了 这个时候讲你一下 怎么说 来 你没有吃过它的烤鸡吗 烤鸡 等一下 本娘娘我烤鸡已经吃到不想再吃了 哦 原来那个是被你打猩猩淘汰的啦 我最觉得那烤鸡真的很便宜啊 真的很便宜 是的 还有它的披萨嘛 也是我想大家都会去买的对吧 呀 那你自己呢 就是烤鸡以外 你该不会每次去都买烤鸡吧 真是好无聊的一个人哦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吗 我除了烤鸡以外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Hard Dog不错的 哦真的吗 那个一块五 从来没变过 你都知道吗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我说这个Inflation 这个Costco 到底在赚什么啊 开玩笑啊 它赚我们 赚的可多的了 赚你财富美去买东西啦 不过我说实在 它很多回购的东西 我们很喜欢以外 就像我刚刚讲的零食啊 这些 面包啊 对吧 这一些 我觉得它的肉 有些还真的不错耶 我蛮喜欢买它们Costco的牛肉 还有牛尾 还有那个 有点像那个韩国的那个牛骨头 哦 我觉得那个烤出来的肉 还挺好吃的 最重要的是 你觉得买的东西呢 如果真的不恰当 不适合 我还可以退回去 不过我说实在的 我最最最不会退的 就是购买这些食物 或者是水果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退回去 实在是有点 我个人啊 我个人是觉得 我不大喜欢这样做 嗯 但是其他的一些 比较就是说 像桌子啊 什么等等的那个 欸我觉得它的这个服务啊 我还真的蛮喜欢的 嗯 刚才Alice有讲到 它的Service不错啊 对啊 而且她刚才还讲了一个小秘密欸 欸 我真的很想去做做看 欸 她说那个会员费 还可以去要一点回来的 哈哈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 不要打电话 如果Alice一说以后 我就想说我应该去做一做 我就下次就说 欸对不起 我这个没有用到那么多 请可以退点给我吗 不知道她的反应如何 不过你知道吗 我彩小白就是这样子 能省则省 那Alice啊 你刚才一讲到就是说 这个 刚才除了说 Membership以外 你刚才也其实有提到说 不用Membership也可以买东西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GIF卡 那这个GIF卡的话呢 是一定要拜托 朋友 还是怎么样的方式 对吧 一般都是通过在Costco的会员的朋友去购买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在Costco也有卖其他商店的GIF卡 而且有的时候还是打折的 它一般都是79到89块 买其他的餐馆的100块的GIF卡 包括还有Peace Coffee 然后呢好像还有电影院 还有娱乐社 我曾经还买过那个运动的会员费 24h 那个好像是300块5年还是什么 反正就非常的便宜 而且有的时候打折的时候 它可以打折到49块 买100块的餐馆 那个GIF卡我觉得也是非常划算 哦 这个我非常的阿闷 非常的赞同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做 特别是Peace Coffee 我也是都是买那边的GIF卡 而且你看过年过节 宋老师也很好啊 对吧 哇 原来你们都省到那个地方去了 我以为Costco只有买 这个叫什么东西最划算 原来买GIF卡也挺划算的 是的 那我就很想讲一句话了 什么 我们这个节目吗 叫做 这个叫什么 钱不够花 怎么办 来 钱不够花怎么办 我就在想啊 那买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应该我们要学会做Costco的股东啊 那肯定要 听说你那边蛮多张的嘛 我不好意思说啦 只是说鼓励大家一下 换个想法一下 这种生活用品的店啊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在你投资的时候呢 也可以考虑一下Costco嘛 是的 我是很喜欢Costco 对啊 像我们之前也邀请了郝老师嘛 也来到我们节目 有一些在民生用品方面的呢 不管是在投资方面的 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来考虑 听说啊 不仅是Costco 有好几家民生用品的这些商场 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去做投资的 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我们才发现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别忘了订阅分享按赞 记得小铃铛给它咬起来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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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